我再一次就再一次 各位弟姐妹 弟兄有名字嗎?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表現的第三章1到11節 今天中文人的分享是要描述第3章到1節 剛才我們姐妹可能把經文都氣喘了 那在前面已經會有很多很慘的經文 那經文你們講到這本文人就有一個 達摩和經文人說 這個經文你們知道因為 如果他的名字叫尼哥的母 他跟耶穌是對話 那種的經文有一個 我們應該收聽吧 所以這個也要收聽吧 就講了些些 所以大家都喜歡這樣叫尼哥的母 但是我甚至利用這個 所以讀起來就是尼哥的母 所以讀起來就是尼哥的母 就好得母 就好過尼哥的媽媽和尼哥的母 這樣比較好 萬個人就不會有一個尼哥的媽媽 跟尼哥的母 OK 這個經文已經從頭一次 但是我跟他講 就是思想的就是 這個對話裡面 所呈現出的事情 是什麼 那麼大家知道 那一段的神經 它裡面所講的 是關於神絕方面的生命的對話 這段經文裡面 都成了一個對話 這段經文裡面 可以分成兩個不拿斷了 第一段就是一到十五節 就是那兩個人的對話 第一段是在一到十五節 他們兩個人的對話 所以由你覺得 特務所聞的東西 講的東西 和你說的很大 那麼他從包吻 一個登公 他所發出的問題 可以說的回答 然後從十六節開始到十一節 就是 帶我們進入另外一個層面 就是講到一個生命的選擇 就提到一個生命的選擇 這個經文也相當長 有三個重點 這段經文是非常長 有三個重點 要給大家分析 第一段經文是說 耶穌要重生的遂 首先耶穌提到說 重生是必須要的 這個宗教的信仰 是關乎聖靈的重生 宗教的信仰 是關於生命的重生 第二 耶穌這個救恩 是需要我們用信仰來受 第二方面就是 耶穌的基督恩 是要平衡我們的信心去領受 第三 就是講到一個信與不信 是一個自由的選擇 第三方面是指到 信仰不信 是你自由的選擇 我怕我會聽完之後 你會說我的話 希望大家聽我講 有沒有 你會明白我所說的 但首先在韓國平常裡面 都很會的 首先我們看到 這個經文裡面的背景 是一節和第二節的開始 第一個第二節的開始 他就說 有一個人 一個法律賽人 他叫人多得到 是猶太人的官 這人的女兒 來見耶穌 就知道 有一個人 關賽人 他名字叫 李克德穆 他是個猶太人官 一個晚上 他就好去見耶穌 所以我知道兩個人 第一 他的名字 那麼以後我們知道 他生命性 第二 他媽媽的耶穌 第二 就是晚上去見耶穌 到底這個人是誰 到底這個事情 碰到金門口 他在老闆 發律賽人 是你知道 他是個法律賽人 發律賽人 這個當時社會裡面的 這個保守派 這個虔誠派 這個虔誠派 就是 當時的法律賽人 是屬於一個 民保守民派的人 他們是很虔誠的 正義派人 第二 他描述他是民派人的官 第二 他描述他是個 猶太人的官 這個原來的官 很可能反映的 就是猶太公會 即是說他們的 宗教議會的成語 那麼提到 他是一個猶太人的官 可能是指 他是他們的猶太人的 宗派 一些 組織裡面的官 第三 在歷史上說 耶穌說 你是醫生人的老師 第三 他開始就提到 他說你是 你是醫生人的老師 總之話他有宗教老師 就是說 這個人是宗教老師 當然是說 他的社會上沒有地方 換句話說 這個人在社會上 是有地位 在宗教上面 有相多的分別 在宗教上 他是有很好的訓練 那為什麼呢 那為什麼呢 要把上去見耶穌 然後不要見人 白天他去見他 說 驚人 他是幫人知道 他是一個老人家 不好意思 你肯定年輕人 他說他年紀很大 他幫我一次說 他是一個年輕人 很大的 那經文 你們的理想 都相當有地位 那麼 經文裡面也提到 這個人是一個 很低位的 耶穌當年最高 是三十歲的 當時耶穌仔 他是三十歲左右 是一個正當的拉比 他是一個 是一個 所謂的 拉比貴 他是一個正式的老師 他是一個 就是他無力的 性格的實況 他是一個大師 是 有機會 他受過 真正的 職業訓練 即是 他是一個 他自由傳播 一起說話 但是沒有正式的 英國的嚴格 拉比分別 他是一個 所謂的 他是一個 經過 很嚴格的 這個 準確的訓練 那麼 這一個 社會有秘密 中間 老師的身份 為什麼 有一個 三十歲的 一個 年輕人 這位老人家 在社會上 有地位 一位 宗教家 一位老師 為什麼要請教 一個年輕的人 為什麼要 往後來見 為什麼要往後去見 那麼 那麼 可能一些是 方便在白天去見面 可能 馬 你再試一下 當時是晚上 如果有機會去我 就是 有山 或者有機會參加一個 露天的 博物館 那麼 我們已經遇到 以色列訪問的時候 我們會參加一個 所謂的 露天 博物館 那麼他就嘗試 模仿 即是一世紀的 那種的建築 當年的 大口 那個比例 你都可以想像 那種的建築 是什麼 那麼這個設計 這個博物館的人 實在想像 當年 當時 那個 地方的人口 他們那些 監獄和白車之間 波華 那麼我們想像 他要見耶穌的時候 這個環境是怎樣的 所以從這個想像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他是在怎樣的情況之下 見耶穌 所以你看看 你看看 很多的圖畫 畫耶穌 這個人口特務的 那個 那個 那在這個 波華裡面 你們看到 那個圖畫 他畫著當時 耶穌跟 一個圖母 這樣的 彈話 經過 有一幅 就畫耶穌 跟他在屋頂上面 聊天 那當然有一幅 是在他們 雅各自坐在屋頂上 另一幅 就是在室內 聊天 另外一幅 是在室內 這兩幅照片 你看看 那一幅照片 那一幅照片 比較適合那時的情況 我選擇 十萬個照片 我就選擇 在室內 因為如果他在室內 聽見 他就不需要 換那個圖書 因為假如他是選擇 在華山之間 耶穌 他就不需要 在武田裡做 所以讓人看 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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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不需要 家裡有 慢慢地聽 那麼 你要 在室內 你在外面 也會看得到 這個老人家 他一定有 心裡的東西 要問耶穌 那麼 可能當時這個老人家 發生那些問題 要問耶穌 所以問耶穌 所以第三章的第二節 B開始做十五節 就是這個 對話 那麼 從第三 三 第二節 下段 開始 對話 那我就做一次 那個對話 你不得 你不得 他 你 我不知道 你是由上 你不得 你 你不得 你 因為你所行的神跡 若無憂相 你不再 我無人 耶穌 如打算 我實實在在地 老訴 你 人讓你重生 就不能見 上帝的國 所以 OK 我繼續講 第四節 那裡 如果你無常 要跟耶穌說 人經老年不願重生 豈能再盡無獄深出來返 耶穌回答 我實實在用你的路數地 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身兵 就不能盡上在你講 從獄身身兵就是獄身 從靈身兵就是靈 我說你不必須重生 你不要經驗 方徐若意思吹 你聽見風的聲音 卻不知道是從哪裏 卻不知道是從哪裏 凡從聖靈身兵也事如前 第二節那裏就是講 這句話就跟耶穌說幾句 第二節就開始 這個老家就跟耶穌說了幾句話 我認得出你是老師來過 我看得出你你是老師 我都知道你嚇到神職 我聽說你所寫的神職 那你不是說的嗎 你不是說的嗎 你不是說的嗎 從第三節 耶穌就回答他這樣說 人若不是從聖靈身兵就是什麼 他說 人若從聖靈 你不能夠盡上於我 你不夠盡上於我 你覺得奇怪嗎 人若沒有預言 人若有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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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耶穌會說 人若有誇張 就是你會進上去 我看你啊 我明顯了 你如果聽了 你覺得奇怪 你會聽到他比他誇張 你會說那個 大約是ヤ穌越神 要以後攻擊他們 可能耶穌已經看得出 他也知道 他心裡面誰要知道 是要問到你 人若根本合作人 人若人 萬華 詩敵塔 的經盟 當然不會有誇張 這個我叫 人若有誇張 這個女子 他要選擇 法善來見我 一定有他的理由 所以他也很理由 耶稣没有打算讨论他,即是直接了解他 耶稣就说,要看他多确证,就能直接地跟他说 他要知道我是生命,所以要重生我 他说,生命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我必须要重生 我明显一件事就是,不过他没有得到的宗教罗斯 很明显,你看到罗斯他是一个宗教老师 他在社会上有地位,在受伤,他是一个宗教老师 你可想象,他没有在犹太教里面的一层 我可以想象到,当时他非常清楚,犹太教的一切 究竟他以后犹太宗教里面有些东西,搞到他有什么犯 到底是犹太教里面有什么东西让他感到很犯 我明显知道,每一个宗教都有什么犯 我们知道,每一个宗教都可能不是一个问题 我能够想象,一个宗教老师在这个地位的犹太教里面 很难处理 在这些宗教方面之中,在犹太教里面 这些问题是非常难处理的 我能处理的玻璃和苹果 那我就尝试,用这些玻璃和苹果来做 这几个人在放下 那我这里摸一个平衡 我看起来很重 真的非常美观 但是里面可能你身很穷 外表是很好 但是里面是不干的 你挂的母 你自己也有生 他会把那个生命 他会把他的关系 那么你一个的母 他是来到犹路上 他看到里面上的圣殿 那么淡黄那么适合于公共 如果那个宗教不够威 他说我们这个宗教 确实跌了一个大座的这个圣殿 所以淡黄美观的圣殿 有些美丽的高大英俊的诗诗就会放大 在那里的建制多么温宏 有很多高大熊悔的基斯 但是川普的基斯考在大陆的经贯上 大家同时知道在里面有很多 但是他同时了解到在内中有很多的威力 很多时候在宗教行为那里 讲了很多的规矩 那么通常在这个宗教理事上 讲了很多这些规矩 可以做什么 这些必须做 必须做什么 那些计则 如果安息人可以走多少路 阿修 就是如果做过什么东西可以吃 什么东西可以吃 什么东西是不能吃 什么东西可以吃 什么可以在街上买一只鸡来吃 所以在路边买一些鸡来吃 所以那只鸡 oien thomas 人们像把哈拉的一只鸡 因为假如他杀鸡的时候 没有尽管这些仪式都是不能吃 但是仪式很紧 要语得这个中央 有很多飞鬼 反对 他没有 意思是说 他清楚知道 icha 雀有很多的威力要跟进 只是令人非常的疼痛 为什么我们这个犹太教变成一大堆灰狗呢 为什么我们看不太教 因为我们有很多规矩的一个宗教 接下来我们在文书中讲了很多古语文的话 那么接下来耶稣讲了很多很严厉的说话 我们讲马太科的文章 马太基书的文章 耶稣就提醒他们在这个宗教里面 整天讲很多我要聊的东西 但是没有话要放心的 他说我们经常就这个宗教方面 都是外在的那些各样的事与事 没有提到类似的东西 不可以担任 不可以担任马拉西卡 不可以担任马拉西卡 就是马来西亚当年 见到个女人的时候 有个心里动人 你看到个有人心里就动到这个人 你真的要担任马拉西卡 你真的要担任马拉西卡 所以说马太科 为什么你担任这个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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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担任自己来生的 那种叫心里呢 你不想一想 那种心里是想什么 所以耶稣就说 这个宗教 为什么只是外表行为 不是讲述那个真实 所以说我们只是注重于外国行事上的 不是种类似的 你都能担任马拉西卡 你都能担任马拉西卡 你都可以担任马拉西卡 你都可以担任马拉西卡 那么叫我第一路站 也许继续提到 在关于宗教的行为 我就是在这边 我倒挤手 你都可以担任马拉西卡 我都喜欢站在这边 公众场所 站在路边 举行守卫 我会担任马拉西卡 你很心理 不得到 要让所有人知道 这是一个虔诚的徒 你挺多给你 而且这是什么 什么人是没人看啊 作戏啊 或者是很顺便 只是真是表演啊 是让人看 还是说他这个套号是要跟上帝教的 所以耶稣把你站起来的时候 把你放在家 把你放在房子那里 和你的天赋来结果 所以说讲要套号 应该回到我们家经历的房子 关起来跟上帝来套号 有些人一年不知道有没有行识 有些人不知道也没有遇到他是近视的 所以他在近视之间 他在近视之间 他就看起来 让人家觉得 哇 这个肚子这么多的很厉害 也就是说你近视到底又有什么 你可怎样看 有些人看 而且你看完之后 还是我们已经的一个生命 而是说你要证实在上帝面前 来表露你生命的这个规律 所以耶稣是有天资能 去当地宗教人的招 为什么宗教变成他 宗教变成他宗教的极侯 所以耶稣在批评自己所谓的宗教的领袖 他们只是注重于这个外在的东西 也没有遇到内在何时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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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已经连续宣托七个灶狗 在这万人的灶狗 你看看 耶稣 一二三章 耶稣就 连续宣布这些 有七种灶狗 你看看 就是这个宗教已经变成了一个 枯光了我们的一个宗教 那么耶稣所要指出的就是 这个宗教已经变成了一个 宗家粮宗教 所以有很多内在的弹力 要逼别人去修复 那么需要很多外来压力 去压光线的人去遵守 所以就产生了一个宗教的灶狗 来捉人家 就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宗教的灶狗 他们已经到处去抓人了 因为这个宗教本身 激励了一个从内而出的那种生命来 因为这个宗教已经没有了 这个从内在发出来的生命 跟着我 我已经见到 他已经失去了这个道德 接下来他又说 这些人已经失去了 因为这个宗教已经变成了 完全是人为的 这种压抑的这个宗教 没有我们上帝的生命来 所以就有第三次的灶狗 所以在第三次的灶狗 所以在第三次灶狗说 人愿不从生 就不明见上帝的灶狗 人愿不从生就不能见上帝的灶狗 但因此灶狗 在第五节他再重复一遍说 我实实在灶狗 有数人愿不从水 我是行生的 就不尽上帝的灶狗 我实实在灶狗 告诉你 若是水跟生灵生的 就不能见上帝的灶狗 这也就知道孩子 可能有什么种的灶狗 这个耶稣提醒 我们一见的重要的是 忠感 不要靠自己 宗教三大是靠人 靠自己的 这个圣狗 还是有上帝的灶狗 信仰需要从上帝开始 这个思想 把人家寥有的灶狗 有什么种的灶狗 知道的思想 是来自旧约 我们已经到两个的结果 而是书三张三一和三十字 即是我们书三十一加 三十一到三十字 经文文化,《看压日子》将冬, 我愿意识地加工, 由大家的运达心的药, 这是要画说的。 这药,不像我拉着他们的手, 令他们出离, 立即时,愿他们所落的药, 我虽作他们的丈夫, 他们愿意识地加工, 这是要画说的。 那些日子以后, 我愿意识地加所落的药, 是这样, 我愿意识地加工, 但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的心上, 我要作他们的常例, 他们要作我们的子民, 这事的画说的。 他们不再教导自己的社会, 是因此, 你该认识地加工,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不认识我, 我要识念他们的罪, 不再忌讨他们的罪我, 这事的画说的。 在《求药仙之年》行成了这一句, 在《求药仙之年》行成了这一句, 在《求药仙之年》行成了这件事。 要不然房吗? 要不然房? 要不然房? 这所谓的绿法, 不是一种。 现在在《求药仙之年》行成了这件事。